哈喽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 今天到了我们yoyo story听故事的时间 今天的故事是三只小猪 小朋友你知道猪的英文是什么吗 真的有小朋友知道耶 猪的英文就是pig 三只小猪的英文是什么 The three little pigs 今天的三只小猪故事可能跟你之前听到的会有一点不一样哦 因为yoyo story今天改编了一下 希望你们喜欢哦 我们一起来听吧 从前从前有三只小猪 三只小猪呢有一个非常疼爱它们的妈妈 这位猪妈妈很用心 每年的夏天都会让她们参加一个特别的夏丽营 这个夏丽营的老师更特别了 她的名字叫大野狼教练 大野狼教练最严格但是最有方法 他的课程就是教小孩基本日常生活的能力和思考 然后训练他们独立自主 因为大野狼教练觉得啊 现在的小孩子啊 实在是太依赖父母亲了 所以大野狼教练非常严格的训练 参加他夏丽营的小朋友 各位小朋友 非常高兴大家来参加大野狼教练的暑期夏丽营 现在要请大家开始自我介绍 好 就从里开始 猪大哥说 是 是我吗 是我要学吗 自我介绍啊 自我介绍应该是要说什么呀 大家好 我叫猪老大 我是家里面最大的 所以叫猪老大 我喜欢画画 我喜欢吃东西 谢谢大家 猪老大推一推猪老二 大家好 我是猪老二 我因为是家里排行老二 所以我叫猪老二 我喜欢缝东西跟剪东西 做小包包 也喜欢吃东西 谢谢大家 猪老二 自我介绍结束后 猪小弟自动的就接上了 大家好 我是猪小弟 我最喜欢 玩玩积木 玩玩乐高 盖房子 我也很喜欢学习 我也很高兴今天来到这里 我也很谢谢我的妈妈 所以大家请多多指教 谢谢 非常好 各位小朋友 今天的训练课程主题是 盖房子 好像很难 确实很挑战 没关系 哥哥 我觉得我们有什么问题 就跟教练来讨论 提出问题 跟他一起来讨论 我最怕误问题了 我好怕 我觉得好凶哦 我不敢问诶 没关系 我还是自己先想一想好了 有什么问题 我再跟你们两个讨论就好了 对啊对啊 我自己也去想一想好了 那你们各自加油了 猪老大和猪老二 各自离开了 独自的去想 怎么样盖自己的房子 现在只剩下猪小弟 猪小弟心里想 盖这房子 真的有点困难 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情呢 嗯 我先来问问看教练好了 大野狼教练 大野狼教练 嗯 你说 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来跟我讨论哦 嗯 我有一个问题耶 请问 我们盖这个房子 有需要注意什么事情吗 嗯 这个是很好的问题 你觉得盖一个房子 需要有什么样子的 基本条件呢 你说一个就好 嗯 房子是旧的 安全 我觉得房子要安全吧 住在里面 不能让坏人进来 住在里面 要有安全感 所以应该是安全吧 嗯 回答得非常好 记得盖房子要注意安全 它必须是安全的 好 加油了 有什么问题 再来跟我讨论咯 我随时都在这儿 嗯 好的 谢谢教练 我去想想 要盖房子的话 需要想到房子 要如何保护 里面住的人的安全 嗯 这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耶 安全 所以要怎么样盖 才会安全呢 要够坚固 嗯 好 所以坚固 需要用到 比较硬的材料 好 我知道了 猪小弟经过思考 并且跟教练讨论后 他知道该怎么做了 这时候 远远的 看到猪老大 拿了一叠的纸 厚厚一叠的纸 嗯 我现在就是要用这个纸 来盖房子 哼 这样好像比较简单耶 啊 还好我平常就很喜欢画画 好多图画纸可以来用 嗯 如果我把它 这样子贴 这样子贴 然后 贴成一个房子的样子 然后再用胶带把它全部黏起来 这样不就好了吗 我好聪明哦 而且 根本不用花太多的时间 我还可以去买 好好吃的爆米花 在我的房子里面看电视 这些东西 真是快乐的暑假 结果 他真的没有花很多时间 就把一个纸房子给做好了 还有好多的时间 他去买了爆米花 甚至还买了棉花糖 啊 开开心心的 他就进到他的纸房子里面 享用他的点心了 那猪老二呢 猪老二也正在进行 他房子的计划 嗯 嗯 我想我这个计划 应该还不错吧 嗯 嗯 嗯 猪老二正在 一针一线地缝着他的房子 为什么说用缝的呢 因为猪老二有一个idea 有一个点子 就是 他要做帐篷 当他的房子 因为猪老二非常的喜欢 缝缝东西 剪剪东西 做小包包 所以缝工跟剪工 对猪老二来说 非常的简单 嘿嘿 我觉得我还蛮聪明的呀 因为我现在在缝的是 防水的布料 如果下雨 如果下雨 嘿嘿 我的帐篷就不会失掉啦 哈哈 我觉得我还蛮聪明的呢 嘿嘿嘿 嘿嘿嘿 猪老二就继续地缝着他的帐篷 大概几个小时过后 猪老二也缝好他的帐篷 搭起来了 哇 我觉得我这个做的真的还不错呢 嘿嘿 太好了 那我就进去休息一下吧 现在 猪老大 猪老二都完成了他们的房子 现在 只剩下猪小弟的房子还没有盖好 远远的就看到猪小弟在搬砖头 搬水泥 一砖一瓦的 慢慢的盖 都好几个小时过去了 猪小弟还没有盖好耶 猪老大跟猪老二说 嗯 他怎么还没有好啊 这样会不会来不及啊 太太认真了吧 哎呦 我看到好热哦 汗流浇背的 哎呦 我看我还是赶快进去我的小屋子里面 呜 我的小纸屋 整两块 嗯 我也觉得他好像太认真了吧 真的有点盖了太久了 到时候啊 他会不会被教练骂呀 到了晚上 猪小弟终于盖好了 哇 终于完成了 啊 我觉得 我盖的还不错耶 啊 好开心哦 虽然很累 但是我觉得 好值得 啊 该休息了 明天教练就要验收 希望我这个房子 能够通过考验 嗯 哎呦 猪小弟不到一秒 眼睛闭起来就睡着了 真的是辛苦他了呢 到了半夜 大家都睡得正熟的时候 突然下起了大雨 怎么有水 怎么有水在我脸上啊 我的房子 我的屋顶怎么破了 我的脂房子 哎呦 快出来快出来 哎呦 我赶快先去找猪老二 看他那里能不能收留我 猪老大到了猪老二的帐篷里 安心的又睡着了 但是 没有过多久 突然起了一阵非常大的风 好像龙卷风似的 把猪老二的帐篷给吹倒了 哎呦 哥哥们你们怎么了 赶快进来 嗯 刚刚下大雨 你的房子都没事哦 嗯 刚刚有大风 你家都没事哦 嗯 大风 大雨 好像没有哎 我刚刚睡得很熟 也没有听到什么 大雨的声音 或大风的声音 哦 我猪小弟 你的房子盖得真厉害 对啊 猪小弟 那今天就让我们先住在这儿好吗 谢谢你了 那当然啊 走吧 好累哦 我们一起去睡吧 嗯 好 嗯 好 三只小猪又睡着了 隔天早上突然有人敲门 是谁啊 我起来看看好了 请问你是哪一位 哦 我是教练 我是教练 请开门 教练这么早就来了 哎不行 我先看一下窗户 看是不是真的是教练 猪小弟拉开窗帘一看 哎 果然是教练站在门口 他就安心的开门了 教练早安 早安 各位小猪们 起床啊 早安 早安 教练早安 教练早安 嗯 经过昨天一整天的挑战 加上半夜的风雨测试 以及今天早上的安全考验 我要特别的鼓励 我要特别的鼓励猪小弟完成了这一次的大考验测试 我们大家给他鼓鼓掌 我们要特别表扬猪小弟 因为他房子盖的非常有安全性 很实用 而且使用的材料非常的坚固 经过了大风大雨都还没有倒 而且在今天早上的安全测试 就是当我敲门的时候 他没有立即的开门 他有先询问 然后再检查 打开窗帘 看一看是不是真的是我站在门口 所以光是这几点 真的值得鼓励 猪小弟来 大野狼教练颁给猪小弟一个奖牌 猪小弟高兴得不得了 他觉得这一次的活动让他学习了非常多 让他知道 有问题就要跟老师教练来讨论 原来啊 经过讨论 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答案跟结果 小朋友 你还记得三只小猪的英文怎么说吗 哇哦 你们都很棒耶 三只小猪的英文就是 The three little pigs 有 your story 听故事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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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